刚刚部分是用设定格式化条件完成 但如果用VBI来做的话 有哪些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当然输出的方式是一样的 可是就是在哪个地方会需要做一些判断 那个判断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会需要一个if if什么呢 里面的列号 所以列号是由谁决定呢 基本上是由I来决定的 有没有前面讲过 I 那I的话只列 不过我们for I等于第二列 一直到第十列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只要把那个I的值减一 因为它从二开始 MOD 特别主要MOD这个函数 VBA也叫MOD 一模一样 不过呢 它MOD是一个运算 运算值 运算 比如说把I减一之后呢 MOD 后面如果MOD3 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表示它是能够被三整除的那个列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底色换掉 所以撰写的方法 我先DEMO给大家 做出来这样按下去 它只要是能够被三整除的列 它就帮我把它加上去 清除格式的话 就是把它移除掉而已 那里面的程式基本上 也是从那个九九层发表的 那个原来的程式来改的 基本上FOR FORI 二到九 二到十 J二到十 这个都一样 NAS 那中间这一行也一模一样 差别只有增加了 这个这三行 那这三行里面 就是我刚刚讲的 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I指的是这个 减掉一 因为从二开始嘛 那我的实际上列是减一之后的 才是它真正列好 MOD MOD就运算值了 有点加减乘除了 类似加减乘除的用法 MOD三 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DEM 那我做什么呢 把底色换成 这个黄色的 那底色换黄色 我想前面写过蛮多的 就是这个Sales IJ 储存歌 点 intro 点 color 等于RGB 黄色的话就255 250 然后所以就把这个给它 那这样都做完之后的话 只要呢 它进来之前 先判断一下 是不是 这个能够被删整出 那个列 如果是 那我就 把它的底色先改成黄色 再输出资料 那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这一行 跟这个 可不可以先输出资料 再去变颜色呢 有上下颠倒 其实也是可以啦 逻辑上是相通的 OK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个 我印象中把这个把它搬到下面 把它搬到下面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这个是先输出资料 再做格式化 这样应该跑起来 结果应该也是会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也跑出来 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基本上 先输出资料 再格式化 或者颠倒 其实都可以啦 OK 所以有的时候呢 在程式撰写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只要逻辑通 怎么写其实也都对啦 所以有的时候 不同的人写的 有时候也会有不同的程式 那清除格式的话呢 基本上呢 只是说把原来的底色换回白色而已啦 所以我这边清除格式的话 基本上 我只是怎么样呢 把原来的底色换回白色 把字的颜色改为黑色 不过其实好像不改为黑色 因为我们好像没改 所以其实这一行 其实字的颜色改为黑色 其实好像大可不必要 因为我们好像没有改到 对角线好像有 所以这个还是保留好了 恢复成原来的颜色 原来的颜色是 intro color指的是底色 白色的话是 全部的恶物啦 全部的颜色混在一起 RGB全部混恶物 全部都有的话 那就白色了 然后呢 如果全部都没有 那就黑色 蛮好记得 那再来就对角线部分 我们做完之后 对角线怎么做 这个把它清除格式 清除掉 那对角线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分成两次来做 那如果你不想一起做 那也可以啊 就是for I 其实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对角线的话 它的外面的程式 也是之前的那个 纠缩成法表 所以其实也是把上面那个 纠缩成法表拿来改 头尾 for回圈 有没有两个 其实都一样 不过好像for J for I 不过这里for J for I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其实不影响 因为反正你先栏 再列 其实好像最后结果一样 OK 好 那我们的判断逻辑 如果 所以有两种 对角线 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什么 如果I等于J的话 有没有 或者是呢 把I减掉1 加上J减掉1 如果相 两个值等于10的话 就我们刚刚讲的嘛 就是 一种情况是什么 就是 这I跟J相等 OK 那这个是 I跟J I加了1之后 再加上J 我跟上 这个应该是减 减掉1之后 如果等于10的话 那这两 可是如果你有两个条件 同时要 能够被判断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在中间加一个over就好了 或 OK 那不能用end end的话 变成两个都要 又相等 然后加起来又10 只有一个可能性 如果你用end的话 你会发现 跑出来 变成只有中间 这个 55这个 两个箱加 等于10 然后两个箱等 那只有一个储存格 会有这个效果出来 好 那做什么事呢 一样 把底色 改为黄色 把字的颜色呢 改为红色 红色的话25500 OK 那这样的话 你把它执行过的话 对角线看到的结果 那就会是我们要的 所以其实 你会看对角线 它的程式 非常简单 只有中间这一块是新加的 其他呢 都是旧的 OK 所以一幅 逻辑 多一个over 这个是两个箱等的 这个是两个箱加 等于10 OK 那其实 你会发现 慢慢 如果 你VBA 写的习惯之后 其实VBA 这些是所有语言里面最接近 那个我们一般的那个就是语言 我们的语言叙述的方式 所以其实写久了之后啊 像很多东西都是口语化的 像所以我只要我知道我的逻辑 也就是我想要做什么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我想到的逻辑 把程式慢慢慢慢的写出来 那实际上写完之后呢 你再键一个按钮 按下去就是你要的结果 所以最后做完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清除格式嘛 所以就是对角线 清除格式 不跟你讲 能被删整出 对角线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相关的程式嘛 其实云端上应该也都有了 所以慢慢习惯上 你就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上面这边都有 那清除格式 这个是能够被删整出 清除格式 对角线的 在这里 其实这个 帮各位把它稍微自在放大一下 这样好了 那其实每个地方尽可能 帮各位把它颜色弄得鲜艳一些些了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 后面还有那个 这个所谓的定存 跟定存VBA 那其实主要 定存 跟定存VBA主要 概念上跟刚刚那个蛮像的 那差别只是说 我们可以计算的时候 输入存款金额 存款金额丢过来 比如说我存60万 按个确定 自动帮我把那个 就是定存的 这个利率 如果我放了几年之后 1到10年 然后呢 假设10年之后 利率多少的时候 会有多少的结果 你可以预先算一下 预算一下 那当然你将来可以有一些颜色标注 比如说在哪一个金额 也许哪一种投资 比如说你是觉得最OK的 那你可以自己家有个公式 那一样 当然你可以有个清楚 那当然年 如果你不要这么多年 你可以只要5年好了 按个确定 有没有 就把10年删除剩5年 那利率 如果也会不要这么多 我只要到1.5% 按确定 你会发现只要到1.5% 这个利率也可以弹性 如果要变成2% 按确定 也可以增加 那最后当然你可以什么 也是一样计算 它还是会跳出来 或者是说呢 最后可以增加框线 清楚框线 因为你要立印一个报表之前 也许你可以把这个结果立印出去 出去之前 可能需要做一些增加框线 那我想增加框线 这个前面都讲过 只是拿来做复习而已 怎么样增加框线 清楚框 而且这个增加框线 它不是乱增加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计算的范围是多少 它也会自动增加框线 在哪个范围 不是说我今天乱固定的 有没有什么方式 所以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有关定存这个范例 请各位先把刚刚那个 九九层发表 这两个先完成 一个是能够被删整出 一个是对角线 是对的 好 是对的 好 是对的 是对的 好 是对的 好 是对的